大概用一個半的湯匙的糯米 隨著這個芭蕉葉呢 給要鋪平這樣 鋪平 總統賴清德到新竹新城社區 找新住民朋友一起體驗 各國的粽子文化 挑戰包一國粽 對 然後給它弄圓圓 然後再拍拍拍 我在想是不是總統 在家裡已經有練習過 包粽子 南無島賴清德 之間他玩起袖子 發揮喬手功力 沒幾分鐘時間就順利破關 這個小提袋 報告報告之後完成 你只要坐在陳奕水老師旁邊就沒有問題 最近呢 難得開玩笑 緊接著還得挑戰馬來西亞的音樂奏 拳鬥 拳鬥 哇 對 對 然後按一按 按一按 按完之後就可以放這個藍色的 也是全倒下去 是不是很簡單 老師一個口令一個步驟 賴清德全照做 但下一秒就提起 欸 香蘭葉我忘記放 香蘭葉 就是放家裡面對不對 對 那就免了 是不是很簡單 哈哈哈哈 都快完成了 沒想到老師竟然忘記放香蘭葉 老師尬笑兩聲結束這回合 新竹豐塘園區是由中國籍新住民 和先生一同經營 在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提出的地方創生政策時 便配合政府政策規劃園區發展 也大力支持前總統蔡英文的長照政策 在寶山設立社區服務據點 賴清德也相當關心新住民的最高生活 來 端午節快樂 端午節快樂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共渡端午節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的幫忙 那當然你們來到台灣 對台灣社會所做的貢獻 我都會感謝大家 那我現在當總統 我一定會好好做 照顧每一個族群 我承諾一定會好我做照顧每一個族群 新住民朋友和賴清德 一同品嘗各國風格的粽子 分享在台打拼的故事 共同歡度溫馨的端午節 您希望端午節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